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范例3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力学能手横题目 在平面的时候有一个物体 它有速度V0 那经过一个圆弧轨道 它可以上升到M 它说它可以上升到M 那请问通过M的时候的速率 那这个轨道是圆的 是圆弧的 所以它很难去做力的分析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 用能量的角度就非常的合适 在这个木块上升到一半的时候 它的受力,受到重力,还有正向力 但是正向力跟它的轨迹是垂直的 因为它会沿着切线方向前进 但是正向力却是沿着半径的方向 所以正向力是不做工 那整个过程就只有重力做工 那我们前面说如果只有重力做工的话 那力学能就会手横 这一体的情况只有重力有做工 正向力不做工 所以力学能手横 动能就会换成重力卫能 所以我们可以写在P点的情况的力学能 就要等于在M点情况的力学能 那么在P点的时候 的动能 再加在P点时候的卫能 就要等于在M点时候的动能 加在M点时候的重力卫能 那我们以最底下的水平面为重力卫能的零卫面 因为重力卫能会需要有一个零卫面 好那接下来就把符号代入就可以了 题目说一开始的速度是 根号6gr 所以一开始在P点的速度 根号6gr 平方再乘以2分之1m 就是动能 在P点的重力卫能是零 会等于在M点时候的动能 2分之1mvm平方 再加上它升高的 两倍r 再加上mgh h是2r 好这样就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3mgr就会等于 2mgr 再加2分之1mvm平方 所以 所以 v大 m就会等于 根号的2gr 这就是第一小隔 那接下来在M点时候的向心力 那这就是要复习一下 上学期5-1的内容 回顾 上学期5-1有一个向心力公式 fc fc 等于什么 mv平方 除以r 那这时候的 v 在M点 v就是我们刚刚所算出来的 根号2gr 所以在M点的向心力就会等于 但如果题目问的是 正向力是多少 那就不是2mg 在M点的时候会有一股往下推的力 还有本身的重量 还有本身的重量 mg 好 所以 其实在M点的时候 向心力其实是由 正向力再加上mg 所合成的 因为 正向力和重力都指向原心 都指向原心 好 在M点的时候 所以2mg 向心力2mg会等于正向力 加mg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正向力是mg 这是如果题目有问的话 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算正向力 在M点的话